上班族打电脑 但怎么老是觉得脖子卡卡 甚至后脑袋会痛 怎么扭怎么转都不舒服 医生发现过去来求诊的患者 几乎都是因为下背痛 但现在头肩颈疼痛 已经成为门诊大户 而且半数的患者 都集中在25到50岁 痛到肩膀甚至痛到膏肓 那有的人会觉得 他脖子容易落诊 像这类病人 其实我就会提醒病人说 如果你觉得你已经 一两次两三次以上 基本上你就小心 你的肩颈的照顾需要加强 使用这一类三细产品 要注意你肩颈的姿势 这很重要 比如说手下巴 尽量不要变成乌龟颈 那20分钟的动动 温和的动动你脖子肩膀 甚至于摔摔手 许多人感觉到疼痛时 会来个局部热敷 休息或按摩 但症状解除以后 却又疏于预防 因此很多人常会反复发作 严重影响生活 专家建议 最好的预防方式 就是少用3C 如果是工时长 频繁使用电脑的朋友 最好利用午休时间 平躺休息 让深层颈部肌肉 有效放松 卷起来在里面 第二个是把它罩在上面 这样你注意看 这边狮子就有一个 这样子的高度了 所以即使这样一个姿势呢 它也需要你颈部的 某些肌肉支撑 头部就上颈部 头部的这里面 肌肉很小 它本来的功能是负责微调 可是当我们需要同一个姿势 很久不动 甚至于只要小小的动动 这样的时候 那就会造成这些 深层的上颈部肌肉 过度使用 医生提醒民众 若起床后发现颈部紧绷 或是扭转脖子会痛 就是身体已经在 跟您发出SOS 若症状持续两个礼拜以上 或影响到日常生活时 应该要尽快就医 以免症状恶化 记者顾撑永 采邦邦导